牛头角一间荒废了九年校舍 检获土製炸弹 烈性炸药和有毒化学品 警方说对比包装和编号之后 相信大部分化学品 和去年11月理工大学失损化学品有关 陈慧恩报道 由下午开始 校舍外停泊了爆炸品处理货的车 消防车和救护车 大批军装警员、便衣警员到场 包括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 高级警司李桂华 他们上到天台调查又试策环境 现场是牛头角彩石里 性药室英文中学的旧校舍 大约由2011年起停用 下午1点半 有四个入校园玩游戏的人 发现可疑物品于是报警 调查持续到夜晚 警员拿着手电筒 在学校不同楼层守正 在地下一个男次隔的座次上 隔离的纸皮箱和手托行李箱里 找到压力包 手提电话、遥控爆炸装置 四公斤烧油炸药製成品 手扎式土製炸弹 十公斤化学品包括 户哥罗芳、山埃、水银、月唇 部分未开过 在统身见到疑似理工大学的标志 我们也掌握到里面有一些编号 立刻和同事做一个初步的校对 对比那个失物形状 和在包装品里面 相信是和上年11月份 在理工大学失涉化学品 是有关系的 一个好像波形的物体 是有一些引线 是给他们作一个研点作用的 相信是和一些 他现场自制的炸药 就是藏在里面的 怎么再产生一个大火球 或者一个小型的爆炸 炸药威力有待转一步确定 由于比较稳定 没有在现场引爆 警方说曾经在后射演练 但不会用有毒物品和爆炸品 也有证人证明 否认和事件有关 有线电视记者陈伟恩报道